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子找到素婉夫妇 此前两人因抢劫店铺被抓 在服刑期间 素婉得了肾衰竭 是金子给了素婉一个肾 让她得以活了下来 两人便有了过命的交情 金子来找两人 是让他们按照武器图纸帮自己做把武器 而这把武器图纸也是来自监狱 监狱里有个被终身监禁的女间谍 金子自告奋勇去照顾 她的复仇计划也被知晓 临走之前 女间谍送给了她武器图纸 金子一直对女儿心怀愧疚 好去福利院问女儿的去向 但因为制度 无法得到女儿的下落 金子只好趁着夜色 闯进福利院查找女儿的线索 得知她被送养到美国 回家时 金子在楼道里遇见了牧师 牧师依旧爱慕着金子 但金子只对复仇感兴趣 对牧师不屑一顾 金子来到女儿寄养的家庭 希望陪伴女儿一段时间 弥补自己对女儿的愧疚 两人慢慢从陌生到熟悉 甚至在金子要回国时 女儿威胁金子把自己带走 金子心软便把女儿带回韩国 回到家中 苏婉夫妇已经将武器做好 一切都准备妥当 只等金子开始复仇 一天 一个名叫阿姨的女子来找金子 让金子在今天就赶快行动 她已经无法忍受老白的变态行为了 原来 当年监狱里有个女玉霸 经常欺负她们 金子接受照顾玉霸的职责 在她饭菜里加了清洁剂 整整照顾三年 直到玉霸死去 所以为了帮助金子完成复仇 提前出狱的阿姨接近老板 成为老白的妻子 为金子通风报信 阿姨将家里的钥匙递给金子 让她今晚就实施计划 就在两人商议时 因爱生恨的牧师拍下两人照片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掉 心生怨念的牧师找到老白 把照片给他看 把金子的复仇计划说给他 有了地方的老白 让两个混混去找金子麻烦 然而金子不再是懦弱的女孩了 混混想要掳走女儿 但金子不会让悲剧再次发生 了结了两个混混 金子知道计划必须要马上行动 他带着昏睡的女儿来到老白家中 此时的老白已经被阿姨迷晕 任人宰割 当老白清醒时 他已经被转移到郊外的废弃学校 就在金子想要一枪解决老白时 老白的手机响了 金子拿出手机 却发现挂着不少装饰物 当金子看到最后的玻璃珠时 金子瞬间明白 在这13年里 老白又残忍杀害了四个孩子 回到老白家里 金子和阿姨在家里翻找 最终在桌子下找到了录像带 金子意识到 这不再是自己的复仇 需要让其他家属知晓真相 金子并联系到所有家属 把他们汇集在废弃学校里 把录像放给他们看 家属们情绪失控 痛苦不已 金子给大家两个选择 一个是交给警察 让他受到法律制裁 第二个是处以私刑 由自己报仇 当家长们知道老白绑架杀害孩子 仅仅是为了买收翻船时 一致同意私下了结 家庭聚在一起 是孩子也是仇恨 当家长得知孩子被绑架撕票 仅仅是为了一艘翻船时 家长决定私下将凶手处以极刑 他们决定好顺序 各自拿着武器前去复仇 面对家属的质问 老白依旧面色不敢 当家长们走出来时 个个都浑身是血 最后老白死于一把剪刀 死于曾经判决死案的警察手中 大家一起搜索好现场 在埋尸之前 金子拿出武器 冲着尸体连开几枪 此时的金子才为自己报仇 因为他知道自己与家长不同 自己没有资格和他们相提并论 报仇后 家长们聚在一起 金子做了黑色的蛋糕 分给所有人 这一刻 他们的人生都有了污点 不再纯洁 但他们却觉得 孩子们的灵魂终于得到解脱 电影最后 金子给女儿做了白色的蛋糕 希望女儿可以纯洁地活下去 女儿给金子一口白色蛋糕 但金子没有吃 而是一头埋进蛋糕里 此时的她 也渴望纯洁的人生 亲切的金子 是一部韩国复仇片 在第62届 威尼斯电影节上 获得乔万尼新锐电影奖 影片中 金子游走于天使与魔鬼之间 在血腥暴力的渲染下 不仅仅是金子的救赎复仇之路 更展现了耐人寻味的善与恶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